随着工商业发展大楼林立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跟温度越来越少 许多开发饱和的地区也缺乏公园活动空间 因此桃园市议员牛许亭提出校园社区化 将学校空间延长开放 让地方民众使用 现在考量政府资源投入的综合校益 还有大家全体社会的共同话题一定是教育 桃园这个移民城市 新搬进来的桃园人跟老在地 可以互动沟通的地方 其实大部分都是学校或者是教育的议题 所以说学校社区化 一直是最近政策的重要方向 那地方上应该要积极的来落实来配合 所以我一向都主张 这个学校开放的时间要延长 那延长的时候软体硬体都要一起进步的 议员表示校园空间延长开放 就必须完善照明设施等软硬体设备 不仅可以让居民有地方运动 也能与地方连结成立校园巡守队 可以让学童安全更有保障 比如说要装夜间照明设备 我操场要开放大家运动 那软体的部分我也希望来辅导 比如说家长去自主成立 这个校园巡守队 因为大家都安心 担心校园的问题 校园的清洁等等 都要负习一些责任 让社区家长跟学校的关系 可以更紧密 用透过校园开放 透过点亮校园的方式 来落实这个学校社区化的这样一个政策目标 牛许庭议员提出校园社区化 希望借此活络地方居民情感 也让校园场地被更有效的利用 再结合地方跟家长的巡守队 也能让校园安全更进一步的提升 记者来唯一讨论报道